跑起来 刚才是什么飞过去了 这三轮车速度真是快呀 起飞 简直不要太爽了 休息一下 找点饮料喝吧 应该就是这个人吧 刚才跟我发信息 说穿了蓝色衣服 戴一个墨镜不就是他吗 好帅啊 就是拿着编织袋是怎么回事 帅哥 我们就开门见山说吧 只要我满意 我就是你的了 首先你叫什么 你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 你问我父母工作要做什么 我要确定你是不是能养得起我 我叫十三 我父母没工作 那你家有没有一百平米房子 没有呀 我家没这么小的房子 那是多大呀 没梁过 住都很少住 扯皮吧 该不会是平房吧 那你平时工作是不是很忙 是不是经常要出差 我呀 收破烂的呀 不用出差的 你看外面那一片垃圾桶了没有 都是我的地盘 收破烂的 你开什么玩笑 收破烂的你 也敢约老娘出来 你是不是欠收拾 收破烂的不好吗 难道收破烂的就没钱吗 你看 我像是没钱的样子吗 那倒不是 我也听说做废品回收的很挣钱 虽然说这个生意科尘点 但只要能赚钱还是不错的 那是 哥可有钱呢 你看哥这样哦 其实 哥是个传说 还传说呢 那你平时都开什么车 看到那辆脚踏小三轮没有 那就是我的作家 不会吧 你来跟我约会你就骑这辆来 难道你没别的车吗 有呀 但是都觉得 没有这辆好呀 而且看到收破烂的 还可以收一收 我一个几十万粉丝的主播 隔着屏幕 有多少人喊自己女神的 邀约我吃饭的男人 都可以排一条大长队了 可我自己切翩翩来 见你一个破烂王 真是倒胃口呀 那个我还有事 待会儿还有个直播 得先回去了 兔总 你在这怎么不说一声呀 你喝点什么 我去给你调 我只是路过 休息一下 你忙你的 不用管我 你刚才管他叫什么 兔总呀 这万大商业的背后掌权人呀 什么 你意思是说 这万大商业街都是他的 你可以这么理解 你可以呀 原来还是个隐藏富豪 为什么还要装作收破烂的 我没装呀 我本来就是收破烂的 说你两句你还喘上了 但是我还是不相信 整个万大商业街都是你的 既然你不相信 我带你去逛逛吧 好呀 我们走 刚刚拉个有点像圆圆呀 就是没有我们家圆圆漂亮 圆圆怎么还没来呀 我昨天可是给他 发了不少礼物呀 该不会放我鸽子吧 你说送给一个女生的礼物 什么比较好呢 这么快要送我东西了吧 看我不好好宰你一波 当然是黄金首饰了 不会太俗气了吗 哪里会 这样才能显得有诚意 说的没错 那咱就去前边的经验看看 太好了 看来今天的约会没白来 欢迎光临 请问先生是需要什么样的珠宝 我准备送女性朋友的 你帮我介绍介绍 你直接说给我买不就行了吗 还搞得神神秘秘的 是想给我个惊喜吗 没想到他还挺懂得浪漫的 先生你看看这条项链怎么样 这条好漂亮呀 我好喜欢就买这条吧 还有没有别的 我不是已经喜欢这条了 他还挑 难道是嫌我挑的太贵了 先生 你是觉得哪里不满意 价格上的问题 买个首饰还要砍价 还当着自己的面 还说整个万搭商业间 都是他的 完全都是骗人的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果然真不能相信 还是自己太单纯了 先生 你看这款怎么样 价格也比刚才那个便宜了十多万 你们就有这些东西吗 还嫌贵 该不会只有几万块吧 那也太丢人了 先生 你还是直接告诉我 你现在要什么样价格的吧 我怎么觉得 跟着他好丢人现眼啊 还是赶紧买赶紧走吧 你把你们店里面 最贵的首饰拿出来 感情他实嫌太便宜了 这才对嘛 这才是我喜欢的小哥哥嘛 要是没钱 还约什么会 还不如在家玩吃鸡呢 原来是这样了 我这就去给你拿 先生这个是琉璃宝珠 是我们的镇垫之宝 价值在三千五百万 先生这个还满意吗 三千五百万的琉璃宝珠 这是要亮下我的合金太狗眼吗 他真的能买下来送给自己吗 要是真的话 我做梦都能笑醒了 十三这个也太贵了吧 要不我们看看别的吧 就他了 帮我包起来 好的 我马上包 这一单出去抽成 都能抵我几年的工资了 我好幸福呀 简直太哇塞了 十三 以后你想要我为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先生 你是要刷卡吗 刷卡 意思是说我要付钱吗 难道买东西不需要付钱吗 有病吧 买东西不付钱 你是搁这里玩我呢 哼 怎么可以这样 我刚才还那么高兴 现在我已经把发票都打出来了 如果你不买 请你赔偿我们的损失 有没有搞错 我还需要付钱吗 你们在干什么呢 店长 他是来捣乱的 这位先生 我觉得您是 在耍我们呢 而且我们已经开了发票 承担了十几万的税务 发生了损失 所有即使你在装杯 也请你把杯装完 难道我在自己家的店 拿点东西 还需要付钱吗 难道他是传说中的那位 这位先生 稍等一下 我先去打个电话 十三 都这个时候了 你能不能别装杯了 还在自己店拿东西呢 你以为你是谁呀 秦总就是他 十三先生 你怎么来了也不通知我一下呀 好让我给你安排安排 我这不是喜欢低调点吗 你们是不是为难十三先生了 等一下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秦总他故意挑适的 说我们店是他的 买了我们挣店之宝 还不付钱 你说气不气人 他说这店是他的就是他的 不付钱有问题吗 别说我店了 整个万达都是他的 还有整个地豪集团都是他的 我们小小店能算得了什么 秦总我错了 我不知道原来我们店真的是这位先生的 饶了我吧 十三先生是要那个琉璃宝珠吗 赶快去打包好给十三先生 不用麻烦了 我直接装我袋子里面就可以了 他会不会把我给开除了呀 怎么能这样呢 有钱也不要这样装杯呀 秦经理 我有事就先走了 这柱子的事 你去跟硝烟结下就行了 还有不用为难店员 他们没有做错什么 是 十三先生 十三 这店真的是你的呀 你怎么不早点说 吓得我以为你摊上大事了呢 还有你买这么贵的礼物送给我 我怎么好意思拿呢 都说不用买这么贵的了 要不我今晚陪你吧 哦 我说你是不是误会了 我有说过要送个给你吗 嗯 这不是送给我的吗 还有 我认识你嘛 我想我们两个根本不认识吧 我刚才也不理解 你为什么要来搭讪我的 你不是我的粉丝大哥吗 我想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没事的话 你可以走了 圆圆 我都等了你一下午了 你怎么还没来呢 我去 我还真认错人了 这 反转的也太快了 爱情就像龙卷风 来得快去的也快啊 不行 不管有没有认错 错的也要当成对的 不能让他这么离开 你不要搞我走呀 你想要什么 人家都可以给你 好不好吗 我对你没兴趣 我要走了 我到底哪里不好 你跟我说 我敢还不行吗 我从见到你得第一眼 我就爱上你了 你现在怎么能这样对我 你好没良心呀 你别跑呀 十三哥哥 求你给我一个机会吧 我一定听你话 全听你的 你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好不好 求你了 别理他 这到底什么状况 一个美女追着一个 骑三轮车收破烂的 看看我这车 想不通呀 我既然还不如一个 骑脚踏三轮车的 别说你想不通 我也想不通呀 这都是什么世道呀 人家小哥 美女倒追都不要 我他喵的 连女人的手 都没牵过呢 我们下期见